現在在喝運動飲料的消費者 大部分都不是在運動中喝 許多人根本連運動的習慣都沒有 這樣喝下去當然會出問題 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果糖又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 許多網路上的專家紛紛跳出來 強調果糖對於健康與體重的危害 甚至有些人建議連水果都不要吃 因為水果裡面也有果糖 先提示一下水果裡的果糖是很OK的 不需要太擔心 史考特剛出道的時候 也有寫過幾篇針對糖的文章 甚至還有上過電視節目 去宣傳糖對於健康的不良影響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們要來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果糖對於健康有哪些傷害 有沒有吃果糖又不傷身的方法 新觀念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飲食 過量的糖對身體健康不利 這點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但為什麼對健康不利 科學界其實還沒有達成共識 第一派的看法 是果糖就是一種空熱量 也就是只有熱量沒有營養價值的食物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5年發表的報告中 建議所有的成年人與小孩 每天攝取的總熱量 糖佔據的比例要低於10% 能夠降低到5%以下會更好 以一天2000大卡的飲食來說 這差不多等於400cc的果汁或奶茶 其實你是肌肉多重量高的 巨巨一天可以吃3000大卡好了 那一天其實也只能喝一杯700cc的全糖珍奶 而WHO這樣建議的原因是因為有不少的科學證據顯示 糖吃太多會導致體重上升及蛀牙 而且糖可能會有排擠效應 讓人少吃了蔬菜、水果、蛋白質 而造成整體的營養品質下降 請注意這邊的糖指的是游離糖 也就是人工添加在飲料、食物、醬料裡的糖 這包括果汁、蜂蜜也算喔 但如果是自然形態的糖 像蘋果、葡萄裡面的果糖 是不能算在這10%裡面的 WHO目前沒有針對蔬菜、水果裡面的糖 有一個上限的建議 基本上想吃多少都可以 另一派的看法則認為果糖是一種毒藥 對於人體健康的傷害特別大 這是因為人體全身上下能代謝果糖的器官 只有肝臟、小腸以及腎臟 其中肝臟的負擔又特別重 研究顯示過量的果糖攝取 或在肝臟裡面合成脂肪酸 不僅會造成脂肪肝 也會造成血脂肪的提高 而且果糖的代謝還會產生尿酸 進而導致痛風、高血壓、腎臟病 所以這果糖不僅是一種空熱量而已 果糖對於身體來說是一種毒素 甚至有學者說他是不會醉的酒精 既然科學家認為果糖不是空熱量就是劇毒 那是不是代表一點點糖都不能碰 有沒有安全吃果糖的方法呢 讓我們來看看最新的科學發現吧 這是2020年發表在美國 臨床營養學期刊的研究 文獻名稱叫 長期且大量的果糖攝取 對健康人的代謝效應 學者找來10位健康的年輕人 每一天都餵食他們150公克的果糖 這等於每一天喝下2.5公升的可樂 或者是3.5公升的半糖首腰茶 這樣喝了兩個月之後 大家猜猜看他們的身體發生了什麼事 是脂肪肝 痛風還是高血壓 結果讓人相當的意外 首先他們雖然吃下很多糖 但其他的食物吃的比較少 所以總熱量攝取不變 也因此他們的體重沒有增加 胰島素敏感度 沒變 肝指數 血脂肪 都沒變 也沒有產生脂肪肝 換句話說 這些人每天喝了2.3公升的含糖飲料 兩個月卻都沒有發生不良的健康影響 究竟是為什麼呢 原來這10位年輕人的 運動量相當高 在研究期間 每一週平均達到 4000代謝當量 分中的活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以時速8公里來跑步的話 這一些人平均一週跑了8個小時 每一天都跑70分鐘 週末週日也不休息 這麼大的運動量 以及熱量攝取維持平衡 是他們狂吃果糖 也不傷身的最大原因 原來當我們吃下大量果糖時 肝臟會將他們轉化為 葡萄糖與乳酸 送到全身的器官供食用 當肌肉不停的在消耗葡萄糖時 果糖就能順利的被肝臟代謝掉 一路暢行無助 但是現代人每天都坐著 下班之後又好累 不想運動 雞肉根本沒有在消耗葡萄糖 如果這時候 嘴饞喝了一杯含糖飲料 裡面的果糖 就會在肝臟裡面塞車塞住了 無處可去那怎麼辦呢 只好轉換成比較好儲存的脂肪 放在肝臟裡就變成脂肪肝 輸出到血液裡則變成高血脂 跑到肌肉裡則變成雪花牛 日子一久啊 脂肪堆積在不該堆積的地方 才會產生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所以 這篇研究對我們的日常飲食觀念 會有哪些影響呢 第一 運動飲料 請在運動時喝 運動飲料的主要成分 是果糖 葡萄糖 與鹽 長時間運動中喝 運動飲料 對於體力 確實會有提升的作用 但問題是 現在在喝運動飲料的消費者 大部分都不是在運動中喝 許多人根本連運動的習慣都沒有 這樣喝下去 當然會出問題 所以請記得 運動飲料 就是運動時在喝 請不要在沙發上看Netflix的時候喝 第二 總熱量仍然最重要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談到科學家氛圍兩派嗎 一派認為果糖壞在增加總熱量攝取 另一派則認為果糖具有獨特的毒性 與熱量倒沒什麼關係 就這篇研究的結果看起來 只要總熱量攝取不增加 同時維持大量的運動 果糖是可以被人體順利代謝掉的 至少在短期兩個月以內 不會造成脂肪肝與肥胖 所以看起來 總熱量仍然是最重要 這其實呼應了 進來營養學界的一個新觀念 就是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整體的飲食形態上 不要在妖魔化或者是神化單一的營養素 在大眾的印象中 維他命C 纖維質 Omega 3 這些都是很好的營養素 飽和脂肪 糖 高GI 碳水 則是很糟糕的營養素 但是當科學家以臨床試驗 來測試維他命C 纖維質 Omega 3的健康效益時 結果通常都是效果不顯著 而光降低飲食中的 脂肪 糖 GI值 完全不改變熱量 飲食型態時 促進健康的效果 似乎也差強人意 我的看法是 果糖吃很多的人 通常整體飲食型態 也不太理想 例如含糖飲料 通常是跟素食 零食 炸物一起吃的吧 有人會吃雞胸肉沙拉 配手搖茶的嗎 果糖本人也通常出現在高熱量 會刺激大腦 獎勵中輸的加工食品中 而糖的攝取量呢 僅僅是連帶反映出一個人整體飲食的品質好壞 並非決定健康飲食的唯一因子 所以我們最好不要掉入這種單一營養素的迷思中 以為不吃糖 或者是每天吃一顆魚油就會健康 就會頭好壯壯 還是應該要把目光放在整天的總熱量以及整體飲食型態上 去麥當勞點餐時把一般可樂換成零卡可樂 對健康一定有幫助 但也請不要認為不吃糖 就不會得到糖尿病 可以放心吃薯條 第三 毒性存在於劑量中 再怎麼無害的東西 例如陽光、氧氣、水 只要劑量夠高 就會變成有害 但再怎麼可怕的毒素 例如像放射線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接受自然背景放射線 我們喝的水、呼吸的空氣 都有微量的放射性 只是因為劑量很低 所以不會對於人體造成傷害 果糖也是一樣的道理 當我們照著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 每天攝取的油離糖 佔總熱量的5%以下 那對我們的健康是不會造成負面影響的 而且根據上述研究的結論 我們可以改變身體對糖的耐受性 活動量越大 體脂肪 總熱量攝取越低 那我們就可以吃越多糖 又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相對來講 肚子上一圈圈肉 又不運動的上班族 那就真的不能喝飲料吃甜食了 因為我們身體處理果糖的能力 已經不如人了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 不要因為害怕果糖就不吃水果 科學研究與官方建議都指出 水果雖然含有果糖 但是對健康有許多的好處 一般大眾都需要更多 而不是更少 吃水果時除了果糖之外 我們還會同時吃下大量的水分 纖維質 以及微量的營養素 飽足感比喝果汁好太多了 一口氣喝下一瓶柳橙汁不難吧 大部分人都能做得到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人能夠一次吃下三顆半橘子的 好沒關係就算真的有人能做到好了 因為肚子裡塞滿了橘子的纖維質 它後續的食量也應該會跟著變小 會自發性的少吃一些熱量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總熱量與整體飲食心態最重要的觀念 濕水果雖然會攝取到果糖 但是濕水果同時會增加飽足感 提升飲食品質 整體來說對於健康啊 還是有益的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拜拜